这个男孩被室友狠心的一脚踢到了热带玉林 先知被破猴攻击 接着又被兽王盯上 那么大雄该如何重返家园呢 大雄难得心灵手脚一次 送给金香一个折尺独角仙 可再厉害的手艺人 假的就是假的 财大气粗的人都是人手一只法国进口独角仙 毕竟没有物质带行就是一盘散沙 轻轻一击 大雄就立下豪言壮志 回家就让蓝胖子拿出任意门 要去当捕虫大师 听说小夫瞧不起朴素的爱情 蓝胖子觉得有钱人的爱情观都不对 拿出食物折纸 用着折纸折出的物品可以以假乱真 只要先把纸张拉长 折出自己想要的玫瑰 就是爱情的酸臭味 和大雄目光杀人 是以蓝胖子麻料的准备 两人整装待发 向着亚马逊出发 起了大门一开 何能来袭 这么可爱的大老鼠 让蓝胖子决定买队友 先要一书包道具 接着大力一脚 和大雄送到了荒郊野外 看着满园春色 大雄觉得今天定会大丰收 独角仙没抓到 大雄却被一片美景吸引 来到湖边 大雄膀胱一扫 有了主意 布置陷阱分几步 首先拿出老妈的陈年老袜 接着剥个香蕉 放入丝袜 再加入70度的二锅头 陷阱就完成了 在挂到树上 等着手朱带兔 起了独角仙没抓到 还被大师兄一顿揍 书包也被抢走了 大师兄智商感人 还知道香蕉皮攻击 大雄翻越千山外水 终于找回被拿走的背包 腰瘦了 只剩下食物折纸了 大雄还迷路了 蓝宝的虽然担心大雄 可面对热带大老鼠的威胁 大雄的安危 那就是青鱼红毛 大雄盲目行走 累到满天都是小星星 可手中只有折纸 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大雄画饼冲击 而且还是升级版的大鸡腿 可再相的鸡腿 那也是纸做的 大雄小腿太短 还不到十米 树上的椰子又够不到 大雄做出飞镖 一发精准投射 引发白鸟出动 却因祸得福 拿到了椰子 折出菜刀 手法闲熟剥开皮 终于解了燃眉之急 突然乌云密布 暴雨落下 雨天大直散 脑回路清奇 大雄只好在树下等到雨停 大雄全副武装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大雄又回到了最初的美景处 而且还有对要先不请自来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了 周围意想不断 大雄却举个灯笼 想一探究竟 如此充满智慧的眼神 必定凶残无比 看着万兽治王 大雄下到原地去世 此时的蓝胖子 终于克服心理障碍 为了自己的孩豁出命了 大雄疯狂逃命 钻进了树洞 可兽王的利爪 却步步逼近 蓝胖子终于听到了 大雄的呼救声 眼看兽王即将破洞而入 大雄只能手脚并用 朝着高处进发 兽王也在此时破洞而入 眼看又变晚餐肉 大雄慌乱中还掉了背包 只剩一张折纸 兽王终于还是破洞而出 到了生死抉择之时 大雄的脑袋瓜终于开窍了 就在兽王扑出前 大雄飘了 承索着独角仙与蓝胖子会合 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独角仙 虎做的爱情看来也不错 小夫又买了更吊炸天的独角仙 大雄就嫌作骑而来 胖虎都惊呆了 说什么都要跟大雄做朋友 大雄一声令下 胖虎上了天 小夫虽然嘴上说着 没有物质带行就是一盘散沙 可身体却相当诚实 那么有养过独角仙的小伙伴吗